第十五回 神龙百尾 播讲 杨海东 卢冠英扶起完颜康 见他已被点中穴道 动弹不得 只有两颗眼珠光溜溜地转动 路程风道 我答应过你师父 放了你去 瞧他 被点中了穴道的情形不是本能手法 自己虽能替他解穴 但对点穴之人却有不敬 正要出言询问 朱松过来在完颜康腰里捏了几把 又在他背上轻开树长 解开了他穴道 路程风惊响 这人手上功夫真是了得 完颜康武功不弱 未见他还得一招办事 就被点中了穴 其实 若是当真动手 完颜康虽然不及朱聪 但不止烈时就败 只是大厅倒塌时乱成一团 完颜康又牵着那姓段的五官 朱聪最善于诚人分心之计攻入虚系 是以出手击处 朱聪道 这位是什么官 你也带走了吧 又给那五官解了穴道 那五官自奋必死 听得竟能获释 启出望外 王公神说道 呃 大英雄活命之恩 为之 段天德终身不忘 可为若是京城耍子 小将自当尽心招待 郭敬听了 段天德三次 耳中蒙了一阵 颤声道 你 叫段天德 段天德道 正是 小英雄有何见教 郭敬道 十八年前 你可是在临安当五官吗 段天德道 是啊 小英雄怎么知道 他刚才曾听着陆成峰说 陆冠英是枯木大师弟子 又向陆冠英说道 我是枯木大师 俗家的侄儿 咱们说起来还是一家人呢 郭敬见段天德 从上瞧到下 又从下瞧到上 始终一眼不发 段天德只是陪笑 过了好半晌 郭敬转头向陆成峰道 宿庄主 在下要去保装后庭一哟 陆成峰道 当得 当得 郭敬挽了段天德的手臂 大踏步 向后走去 江南六怪 各个喜中颜色 心想 天网恢恢 竟在这里撞见这恶贼 若不是他自道姓名 哪里知道 当年七兄妹万里追踪的就是此人 陆成峰父子与完颜康 却不知郭敬的用意 都跟在他的身后 走向后庭 家经长上烛火 郭敬道 凡切执笔一用 家经应外取来 郭敬离朱聪道 二师傅 请你书写先父的灵位 朱聪提笔在白纸上写了 郭义是孝天之灵位八个大字 共在桌子正中 段天德还到来到后厅 多半是要吃宵夜点心 即见到郭孝天的名字 只吓得魂飞天外 一转头 见到韩宝居 矮矮胖矿的身材 惊上夹惊 把一泡尿全撒在裤装之中 当日他带了郭敬的母亲一路逃向北方 将人六怪再后追赶 在旅店的门缝之中 他曾偷瞧过韩宝居几眼 这人矮胖怪异的身材最是难忘 世才在大厅上相见 只因自己心中惊魂不定 未曾留意别人 这是烛光下瞧的明白 不知如何是好 只是色色的发抖 郭敬贺道 你要是痛痛快快的死呢 还是喜欢零零碎碎的先受点折磨 段天德到了这个地步 哪里还敢隐瞒 只盼推诿罪责 说道 你老太爷郭敬是不幸丧命 虽跟小的有一点干系 不过 不过小的是受了丧命拆遣 该不由己呀 郭敬贺道 谁拆你了 谁派你来害我爹爹 快说 快说 段天德道 那是大金国的六太子完颜红列六王爷 完颜康惊道 你说什么 段天德只判多拉一个人落水 把自己的罪名减轻些 于是原人本本的将当日 完颜红列怎样看中了杨铁星的妻子包氏 怎样与宋朝官府串通 命官兵到牛家村去杀害杨国两人 怎样假装健义勇为 杀出来将包氏救出 自己又怎样逃到北京 却被金兵拉夫拉到蒙古 怎样在乱军中与郭敬之母失散 怎样逃回临安 此后一路升官等行游 详详细细的说了 说吧 双击贵地 向郭敬道 郭英雄 郭大人 这事实在不能怪小的 当年见到你老太爷威风凛凛 相貌堂堂 原是决意要手下留情 还想跟他交个朋友 只不过 只不过 小人是个小小官 为时自己做不了土 空有爱慕之心 好生之德 小人名叫段天德 这上天好生之德的道理 小人自幼就明白的 皮眼见到郭敬脸色铁青 丝毫不为自己言以所动 当即跪倒 在郭孝前领前连人磕头 叫道 郭老爷 你在天之灵要明白 害你的仇人 是人家六太子完颜红烈 是他的个畜生 可不是我这楼叶也不如的东西 你公子爷 今日长得这么英俊 你在天之灵也必欢喜 你老人家保佑 让他饶了小人 这一条狗命吧 他还在 唠唠叨叨的说下去 王严康输得越起 双手下机 吃的一声 将他打得 头骨碎裂而死 郭敬伏在桌前 放声大哭 路成风父子 与江南六怪 一一在郭孝天的灵前 行礼之际 王严康也拜在地下 磕了几个头 站起身来 说道 郭兄 我今日才知我呢 那完颜红利 原来是你我的大仇人 小弟先前不知 事事倒已经溺尸 这是罪该万死 想起母亲 身受的苦楚 也痛哭起来 郭敬道 米太怎样 完颜康道 小弟今日 才知确实姓杨 完颜两字 跟小弟全无干系 从今而后 我是叫杨康的了 郭敬道 好 这才是不忘本的好汉子 我明日去北京 杀完颜红利 你去也不去 杨康想起 完颜红利养育之恩 一时 愁愁不达 见郭敬脸上 一露不满之色 忙道 小弟随同大哥 前去报仇 郭敬大喜 说道 好 你过时的爹爹 和我母亲 都曾对我说过 当年先父 与你爹地有约 你我要结一位兄弟 你依下如何 杨康道 大师求之不得 两人续起年纪 郭敬先出事两个月 当下在郭孝天灵前 对拜了八拜 结为兄弟 当晚个人 在归音庄上歇了 四晨 六怪鸡 郭阳二人 向陆庄主 父子作别 陆庄主 每人送了一份 厚厚的成衣 出的庄来 郭敬相 立位师父道 弟子和杨兄弟 北上去杀完颜红烈 要请师父 指点教诲 可真饿道 终究之约 为时尚早 我们左右无事 带领你去干了 这件大事吧 朱聪等人 均表赞同 郭敬道 师父带弟子恩重如山 只是那完颜红烈 无意平庸 又有杨兄弟相助 要杀他 谅爱也分难事 师父为了弟子 十多年来 未归江南 现下殊人之间 就可回到故乡 弟子不敢再劳师父打架 六怪心想 也是实情 眼见他无意大尽 尽可放心得下 当下 继续叮嘱了一番 郭敬一一答应 最后还要赢道 桃花岛之约 不必去了 他这 郭敬忠厚老师 言出必见 瞧那黄药师 性子古怪残忍 如去桃花岛附会 事必凶多吉少 郭敬道 弟子若是不去 岂不失信 岂不失信于他 杨康插口说道 跟这般妖习魔道 有什么信义好想 大哥 这太过拘泥骨板了 柯震恶哼了一声 说道 进而 他们侠义道 岂能说话不算数 今日是六月初五 七月初一 我们在嘉兴 最下楼相会 同去赴桃花岛之约 线下 你骑小红马 赶赴北京报仇 你那异地 不必同去了 你如能得罪心愿 那是最好 否则 咱们把杀奸之士 托了全真派 诸位道长 他们一种无山 必不负咱们之托 郭敬请大师傅 说要陪他复难 感激无疑 拜祷在地 南西人道 你这异地 出身富贵之家 要小心了 韩家领道 四师傅这句话 你一时也不会明白 以后时时仔细想想 郭敬应道 是 朱松笑道 黄耀师的女儿 跟他老子 道挺不同 咱们以后 再犯不着生她的气 三弟 是吗 韩宝君 一缕胡思 说道 这小女娃 卖是矮东广 她自己挺美嘛 说到这里 却不仅笑了出来 国庆建仲师傅 对黄荣不再心存芥蒂 甚是喜味 但随即想到 她现下不知身在何处 又敢难受 前进发道 静儿 你快去快回 我们在嘉兴 静候好音 江南六怪 扬别难去 国庆牵着红马 站在路旁 等六怪走的背影不见 方才上马 向阳康道 贤弟 我这马叫成一块 去北京 十多天就能来回 我先陪贤弟走几天 两人扣沸向北 缓缓而行 杨康心中感慨无疑 一月前 命驾难来时 左拥右卫 上国钦差 何等威风 这时 悄然北往 荣华富贵 顿成一场春梦 郭靖 不再要她 同去中东行刺 故事 免得她为难 但是否要设法 去通知 蜿蜒红烈 防备躲避 却又大肥愁愁 郭靖去到 她肆意顽固的父母 补助祥劝 中午时分 到了丽阳 两人正要找店打尖 呼现一名店伴迎了上来 笑道 两位可是郭爷杨爷嘛 酒饭早就备好了 请两位来用吧 郭靖和杨康同感奇怪 杨康问道 你怎认识我们 那店伴笑道 今儿早有一位爷 嘱咐来着 说了郭爷杨爷的相貌 叫小店里预备了酒饭 说着 请了两人做题去商量 杨康哼了一声 道 龟云庄的陆庄主好客气 两人进店坐下 店伴送上酒饭 就是上好的花雕和精细面点 菜肴也是十分雅致 更有一碗郭靖最爱吃的口馍味鸡 两人吃的甚至畅快 起身会账 掌柜的笑道 两位爷请自吻便 账也会过了 杨康一笑 给了一两银子赏钱 那店半卸了又卸 直送到店门之外 郭靖在路上说起 陆庄主慷慨好客 杨康对背秦之辱 犹有余恨 说 这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只会以这般手段 笼络江湖豪杰 才做了太湖群雄之主 郭靖奇道 陆庄主不是你师父吗 杨康道 梅朝风最教过我武功 也算不得是什么师父 这些外门邪道的功夫 要是我早知道了 当日不学 也不知落到今日这部田地 郭靖更急 问道 怎么 杨康自知诗言 脸上一红 强笑道 小弟总觉 就因白骨爪之类 不是正派武功 郭靖点头道 贤弟说得不错 你师父长尊真人 武功精湛 又是玄门正宗 你向师父说明真相 好好悔过 他必能原有你以往之事 杨康默然不语 傍晚时分到了金坛 那边客店仍是预备好了酒饭 其后一年三日都是如此 这日两人过江到了高游 客店中又有人来接 杨康冷笑道 瞧归人庄送客送到哪里 郭靖却早已起疑 这三日来 每出客店所备的饭菜之中 必有一两样是他特别爱吃之物 如是陆管英命令预备 怎能深知他的心意 用过饭后 郭靖道 贤弟 我先走一步 赶上去探探 催动小红马 疏忽之间 已赶过三个站头 到了宝英 果然无人来接 郭靖投了当地最大的一家客店 建了一间靠近帐房的上门 说到傍晚 听着店外 乱临响动 一骑马 奔到了店外 戛然而止 一人走进店外 吩咐帐房明日预备酒饭 迎接郭阳二人 郭靖虽早料到必是黄荣 但这时听到他声音 仍不免喜悦不胜 心中突突乱跳 听他要了店房 心想 荣儿哀闹转儿 我且不认他 到这晚上去捉弄他一下 睡到二经时分 悄悄起来 想到黄荣房里去吓他一跳 这间屋顶上人影一闪 更是黄荣 郭靖大急 这半夜里 他到哪里去 当下展开轻弓 悄悄跟在他身后 黄荣静自奔向郊外 并未发觉有人跟随 跑了一阵 到了一条小溪之旁 坐在一株垂柳之下 从怀里摸出些东西 弯了也要玩弄 其实月光斜照 凉风吹拂柳丝 黄荣衣衫的袋子 也是微微飘动 小溪流水 重生唧唧 一片情勇 只听他说道 这个是静哥哥 这个是荣耳 你们两个乖乖地坐着 这么面对面的 是的 就是这样 郭靖捏着脚步 敲眉声地走到他身后 月光下望过去 只见他面前放着两个无锡所产的迷娃娃 一男一女 都是肥肥胖胖 憨态可居 郭靖在归音庄上 曾听黄荣说过 无心尼尔天下之欲 虽是玩物 却之所惊觉 当地图语叫做大阿福 他在桃花岛上就有好几个 这是郭靖觉得有趣 在走近几步 见尼人面前摆着几只粘土捏成的小碗小柴 成那些花草之类 他轻声说道 这碗静哥哥吃 这碗荣儿吃 这是荣儿煮的啊 好不好吃啊 郭靖接口道 好吃 好吃极了 黄荣微微一惊 回过头来 笑声双叶 投身入怀 两人紧紧抱在一起 过了两久 这才分开 并肩坐在柳西之旁 互道别来情景 随止数日小别 倒像是几年几月没见一般 黄荣 激激咯咯的又笑又说 郭靖正正的听着 不由得吃了 那夜黄荣见情势危急 父亲非杀郭靖不可 任谁也劝阻不住 情急之下 说出永不相见的话来 黄荣师爱女情深 便即饶了郭靖 黄荣在太湖中 待了大半个时辰 料想父亲一聚 挂念着郭靖 又到龟荣庄来窥探 见他安然无恙 心中大胃 回想世财 对父亲说话太重 又自懊悔不已 赐臣坐在龟荣外 树丛之中 眼见郭靖与杨康 并配委屈 于是抢在前头 给他们安排酒饭 然而直说到月上中天 此时正是六月天时 静夜风凉 黄荣心中欢畅 近见眼困神圈 言语模糊 又过一会儿 竟在郭靖怀中沉沉睡去 玉夫微凉 吹息续细 郭靖怕惊醒了他 一车柳树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 静夜睡去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 只听得柳梢英转 郭靖睁开眼来 暂见朝夕初上 鼻中闻着阵阵幽香 黄荣物资未醒 峨眉脸带 嫩脸居红 口角尖浅笑盈盈 将是正做好梦 郭靖心想 让他多睡一会儿 其默吵醒他 正在一根根的 数他长长的睫毛 呼吸左侧两个丈余外 有人说道 为他名 成家大小姐的楼房 在同仁当铺后面的花园里 另一个苍老的声音道 好 咱们今晚去干事 两人说话很轻 但郭靖早已听得清楚 不仅吃了一惊 心想 这必是众师傅 说过的采花银贼 可不能容他们为非作戴 突然黄荣即悦起身 叫道 靖哥哥来捉我 奔到一株大树之后 国庆一带之下 这黄荣连连向自己招手 这才明白 当下装作少年人嬉戏模样 嬉戏哈哈的向他追去 脚步沉挚 丝毫不露身有武功 说话的两个人 本来绝对想不到 这大清早旷野之中 就有人在 不免一惊 但见识两个少年男女 追逐闹完 也就不在意下 但话却不说了 静想前行 黄荣与郭靖 瞧瞧两人背影 衣衫蓝绿 都是起而打扮 带着两人走远 黄荣道 靖哥哥 你说他们今晚 去找那成大小姐 干什么 郭靖道 多半不是好事 咱们出手救人 好不好 黄荣笑道 那当然 但不知道 这两个叫花子 是不是七公的手下 郭靖道 一定不是 但七公 说天下叫花 都给他管 嗯 这两个坏人 定是假扮了叫花的 黄荣道 天下成千成万叫花子 一定也有不少 坏叫花 七公本领虽大 也不能将 每个人都管得 好好的 看来这两个 定是坏叫花 七公但咱们 这么好 难以报答 咱们帮他 管管坏叫花 七公一定欢喜 郭靖点头道 正是 想到能为 红西公 稍效威劳 甚是高兴 王荣又道 这两人吃了脚 瞧腿上 升满了窗 我瞧定是真叫花 旁人 半步到那么下 郭靖心下佩服 道 你瞧得真仔细 两人回店 用了早饭 到大街闲逛 走到西城 这间好大一座当铺 白墙上 同仁老荡四个大字 每个字 比人还高 当铺后进 国有花园 园中一座楼房 建构精致 眼前垂着绿油油的细竹帘 两人相视一笑 携手 自到别处玩耍 等到用过晚饭 在房中小睡养神 一经过后 两人竟往西城奔去 越过花园围墙 只见楼房中隐隐透出灯火 两人攀到楼房顶下 一族勾住屋檐 倒挂下来 这人天气炎热 楼上并未关窗 从桌圆缝中向里张望 不仅大出意料之外 只见房中共有七人 都是女子 一个十八九岁的美貌女子 正在灯下看书 想必就是那位成大小姐了 其余六人都是丫鬟打扮 手中却各持兵刃 尽装结束 精神异议 看来都会武艺 郭庆与黄荣原本要来救人 确定人家早已有备 要在中间另有别情 两人精神一震 悄悄翻上屋顶 坐下弹扣 只在瞧一场热闹 等不到小半个时辰 只盯在墙外 咔一声微响 黄荣一拉郭庆衣袖 坐在乌鸦之后 只见围墙外跃进两条黑影 瞧身形正是日间所见的乞丐 两盖走到楼下 口中轻声吹哨 一名丫鬟揭开竹脸 说道 是丐帮的英雄到了吗 请上来吧 两盖跃上楼房 郭庆与黄荣在黑暗中 你瞧瞧我 我瞧瞧你 日间听的那两盖说话 又见楼房中那小姐 严神戒备的情状 亮相二代道来 历时便有一场厮杀 哪知双方竟是朋友 只见程大小姐 站起身来相迎 到了个万福 说道 请叫两位高姓大名 那声音苍老的人道 在下姓黎 这是我的师侄 名叫于兆兴 程大小姐道 原来是黎前辈 于大哥 带帮中尉英雄 行侠仗义 武林中 人人佩服 想你子今日得见 两位尊贩 真是荣幸 请坐 他说的 虽是江湖上的场面话 但是竟腼腆 说一句话 便停顿片刻 一番话说来 即使生疏 语言娇媚 说什么武林中 人人佩服云云 事事极不相衬 他勉强说完了 这几句话 已是红云满脸 偷偷抬眼 向他姓黎的老盖 望了一眼 又低下头去 气声嘻嘻地道 老英雄可是人称 江东蛇王的 黎生黎前辈吗 那老盖笑道 姑娘好眼力 在下与孙师 清静散人 曾有一念之缘 虽武身交 却是向来十分钦佩啊 郭靖听了 清静散人四次 惊想 清静散人 孙伯二 孙师姑 是全真妻子之一 这位程大小姐 和两个乞丐 原来都不是外人 只听程大小姐道 程老英雄仗义元首 晚辈感激无疑 一切 全凭老英雄吩咐 黎生道 姑娘是千金之体 就是给这狂徒 多瞧一眼 也是亵渎了 程大小姐脸上一红 黎生又道 姑娘请到令堂房中歇宿 这几位尊师 也都带了去 在下自有对付那狂徒的法子 程大小姐道 晚辈虽然武艺低威 却也不怕难恶棍 这事要老前辈一粒乘仓 晚辈很过意的去 黎生道 我们红帽主 与贵派老教主 王真人素来交好 大家都是一家人 姑娘何必分身了彼此 程大小姐本来似乎 跃跃欲试 但听黎生这么说了 不敢为傲 行了个礼 说道 那么一切全让 李老前辈和于大哥了 说吧 带了丫鬟 迎迎下楼而去 黎生走到小姐床边 揭开袖杯 鞋也不拖 满身肮脏的 就躺在香喷喷的 背露之上 对于赵兴道 你下楼去 和大伙 私下守着 不得我号令 不可动手 于赵兴答应了而去 黎生盖上筹备 放下杀账 熄灭灯主 翻身朝礼而卧 黄荣暗暗好笑 程大小姐这床 背头扑盖 可不能要了 他们盖帮的人 将来都学帮主 喜欢罚解胡闹 却不知道 在这里等谁 这件事 倒也好玩的景 他听到外面 有人守着 与郭靖静悄悄的 藏身在无言之下 约莫过了一个精词 听到前面 当铺中的精肤 嘀嘟嘀嘟 当当当 则打过三惊 接着 啪的一声 花园中投进一颗尸子来 过得片刻 围墙外窜进八人 静越上楼 打着了火折子 走向小姐床前 随即又吹熄火车 就在这火光一闪之际 郭黄二人 已看清来人形貌 原来都是欧阳克那些 女扮男装 身穿白衣的女弟子 四名女弟子 走到床前 揭开帐子 将筹备 兜头罩在 铃声身上 牢牢搂住 另外两名女弟子 张开一只大布袋 抬起铃声 放入袋中 抽动绳子 已把袋口收紧 终于抖背罩头 张戴庄人的手法熟练异常 像是一向做惯了的 黑暗之中 轻刻而就 全面声响 四名女弟子 各持布袋一脚 抬起布袋 跃下楼去 郭静带要跟踪 黄荣第一声道 让丐帮的人先走 郭静心想不错 探头外望 只见前面四女 抬着装载了一生的布袋 四女左右护卫 后面隔了树掌 跟着十余人 手中金植木棒 竹杖 将来都是丐帮诸人 郭黄二人带诸人走远 这才跃出花园 远远跟随 走了一阵 一道郊外 只见八女 抬着布袋走进一座大巫 众起带刺下分散 把大巫团团围住了 黄荣一扯郭静的手 急步抢到后墙 跳了进去 却见是一所祠堂 大厅上供着无数神主牌位 两间悬马的大匾 显得族中 有过功名之人的明显 厅上 四五只红竹点得明晃晃的 居中坐着一人 折扇清晦 郭黄二人 早就料到 毕是欧阳克 眼见果然是他 当下缩身窗外 不敢烧动 心想 不知那里医生 是不是在敌手 只见八女抬了布袋 走进大厅 说道 公子爷 成家大小姐 已经接来了 欧阳克冷笑两声 抬头向着厅外说道 诸位朋友 既蒙网顾 何不近来相见 隐在墙头屋 整裙盖 知道已被他察觉 但未得离声号令 军事默不作声 欧阳克侧头 向地下的布袋 看了一眼 冷笑道 想不到美人的大厦 就这么容易请到 环步上前 折扇清晦 已折成一条铁笔模样 黄荣郭靖 见了他的首饰和脸色 都吃了一惊 知他已看破布袋中 藏着敌人 便要痛下毒手 黄手中扣了三枚杠针 只待他折扇下落 立刻发针 相救一声 呼听地搜索两声 创歌中打进两只袖剑 即向欧阳克背心飞去 原来这一帮中人 愿意看出情势凶险 肩动上了手 欧阳克翻过左手 十指与中指 夹住一剑 无名指与小指 夹住另一只剑 咔咔两响 两只短剑 折成了四截 秦在见他如此功夫 无不害然 于赵星叫道 李师叔 出来吧 雨声未必 吃得一声吉祥 布袋就撕开 两柄飞刀 急射而出 刀光中 一声着地滚出 扯着布袋一斗 护在身前 随即跃起 他早知 欧阳克武功了得 与他拼斗 未必能胜 北想藏在布袋之中 出其不意地忽施袭击 大致 还是被他识破了 欧阳克笑道 美人变了老叫花 这不再戏法 高明得紧呢 黎声笑道 地方上三天之中 既然失了四个姑娘 都是阁下干的好事了 欧阳克笑道 宝英县并不穷啊 怎么捕快工人 变成了要饭的 黎声说道 我本来也不在这里要饭 多听小叫花说 这里忽然有四个大姑娘 跟人接了去 早叫花一吃兴起 过来瞧瞧 欧阳克懒懒得道 那几个姑娘 也没什么好 你既然要 大家 武林一脉 冲着你面子 便给了你吧 叫花子吃死蟹 知之好 多盼 你会把这四个姑娘 当做了宝贝 右手一挥 几名女弟子入内 聚领了四个姑娘出来 个个衣衫不整 神色憔悴 眼睛哭得红肿 黎声见了这般模样 怒从心起 贺道 朋友高姓大名 是谁的门下 欧阳克人是满脸 满不在乎的神器 说道 我父姓欧阳 你老兄有何见叫 黎声贺道 你我比划比划 欧阳克道 那再好没有 请招吧 黎声道 好 右手抬起 正要发招 突然眼前白眼微晃 背后风声响动 急忙向前飞运 静后已被敌人扶中 幸好终于得快 否则静后的药屑 已被他拿住了 黎声是丐帮中的八代弟子 行辈慎尊 武功又强 两者群盖都归他率领 是丐帮中响当当的角色 哪只扶出手便险些找了道 脸上一热 不带回身 反手还屁一掌 黄声在郭静耳边低声道 他也会降龙十八掌 郭静点了点头 欧阳克见他这招来势凶狠 不敢应接 纵神必改 一声这才回过山来 踏步近期 双手当雄虚棒 呼的转了个圈子 郭静在黄荣耳畔轻声道 这是交流拳法中的招数吧 黄荣也点了点头 只是见离声 拳势沉重 却少了交流拳法中 应有的挑逸之志 欧阳克见他不闻手辰 招数惊奇 倒也不敢惊呼 将折扇在腰间一叉 闪开对方的拳击 拳丝电闪 打向黄声右肩 一声一招 逍遥游拳法中的 半来伸手隔开 欧阳克左拳勾击 带着对方数拳相挡 疏忽间 已蹿了他背后 双手五指 抓成尖锥 双锥齐致 打向他背心咬穴 欧阳和郭静都吃了一惊 这一招难打 这时守在外面的裙盖 便离声和敌人动上了手 都涌进听来 登影下 目前离声遇险 要在墙上相助 已然不及 一声听的背后风响 衣裳也以微有所感 就在这一顺之间 反手横批 仍是刚才使过的 小龙十八掌中那一招 神龙百尾 这一招出自 一经中的吕挂 始创小龙十八掌的那位高人 本来取名为吕虎尾 好比宫虎之尾 一脚踏在老虎尾巴上 老虎回头反咬一口 自然厉害猛额之至 后来的传人 嫌一经中这些文粗粗的挂名 说来太不顺口 但做了神龙百尾 欧阳克不敢接他这掌 身子向后急仰 躲了开去 离声心中暗叫 好险 转身拒敌 他武功远不及欧阳克惊鸟 拆了三十十招 一连于五六四凶险 每次军战这招 神龙百尾 解难脱困 黄荣低声对郭靖道 七公只传了他一场 郭靖点点头 想起自己当日 以一招抗龙有悔 对梁子翁对敌之事 又想到洪七公 对他丐帮中的首要人物 也不过传了一场 自己竟连着他传授十五掌 心中好生感激 只见欧阳克踏步进破 把离声一步步逼向厅角之中 原来 欧阳克一瞧出 他只一招厉害 而这一招 必是反身从背后发出 当下将他逼入乌角 叫他无法反身发掌 离声明白了离的用意 一步转身 要从乌角抢到厅中 刚只迈出一步 欧阳克一声长笑 抡拳直径 碰了一拳 击在他下河之上 离声吃痛 心下惊慌 身臂待阁 敌人左拳又已击倒 片刻间 头上胸前 连中了五六拳 邓时头晕身软 晃了几晃 跌倒在地 该帮诸人 抢上前来救援 欧阳克转过身来 抓起奔在最前的两个乞丐 背着墙壁摔了出去 两人重重撞在墙上 邓时晕倒 愚人一时不敢过 欧阳克冷笑道 空子爷是什么人 能找了你们这些臭脚花的道 我叫你们瞧一个人 双手一拍 两名女弟子从旁内推出一个女子来 双手反复 神情伪尊 泪水从白衣般的脸颊上不住留下 正是成大小姐 这一招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黄绿郭靖也是大获不解 欧阳克挥了挥右手 女弟子又把成大小姐带回那堂 她得意洋洋的道 老孝花在楼上钻布袋 却不知区区在下 守在楼梯之上 当即请了成大小姐 先回来等你们驾到了 秦太面面相去 心想这一下真是一败涂地 欧阳克摇了摇折扇 说道 该帮的名气倒是不小 今日一见 却真叫人笑掉了牙 什么偷鸡摸狗拳 要犯捉舌掌 都拿出现事 以后还敢不敢来公贼的事 瞧在你们红宝主份上 便饶了老教花这条性命 只是要接他两个招子 做个认解 说着伸出两个手指 向李一生眼中插下 呼听得有人大叫 且慢 一人跃进听来 会长向欧阳克推去 欧阳克猛诀一股临密掌风 扑向前胸 急忙侧身相避 但已被掌风带到 身子晃了两下 腿抬两步 不由得暗暗心惊 自出席以来 竟七连遭逢高手 这是何人 居然有此功力 定睛看时 更是诧异 只见挡在自己临生之间的 就是那个在赵王府中 曾同过其的少年郭敬 此人武功平平 怎么刚才这一场 沉猛至思 只听他说道 你作恶多端不加悔改 还想伤害好人 真把天下好汉不放在眼里了吗 欧阳克心想 刚才这一场不过碰巧 那将他放在心上 策务协士 叫道 你也算的是天下好汉 郭敬道 我哪敢称得上好汉二次 只是斗歹要劝你一句 还请把程大小姐放回 自己早回西域去吧 欧阳克笑道 要是我不听你小朋友的劝呢 郭敬还未答话 黄蓉已在窗外叫了起来 敬哥哥 揍着坏蛋 欧阳克听到黄蓉声音 当时心神震荡 叫道 黄姑娘 你要我放程大小姐 那也不难 只要你跟随我去 不但程大小姐 连我身边所有的女子 也全都放了 而且我答应你 以后不再找别的女子 好不好 黄蓉跃进听来 笑道 那很好啊 我们到西域去玩玩 倒也不错 敬哥哥 你说好吗 欧阳克摇头笑道 我只要你跟我去 要这臭小子童去干嘛 黄蓉大怒 散手一场 喝道 你骂他 你才臭 欧阳克见黄蓉迎走近 又说又笑 力容无助 又带着三分天真浪漫 更曾娇媚 早已神魂飘荡 哪知他竟会突然反脸 这一下毫不提防 而他这掌 又是陆营神剑场中的精妙家属 啪的一下 左夹爪爪 总算黄蓉功力不深 并未急伤 但也已打得他 脸上热啦啦的 甚至疼痛 欧阳克呸的一声 左手呼的伸出 往他胸口抓去 黄蓉不退不让 双拳猛向他头顶击落 欧阳克是好色之徒 见他不必 心中大喜 拼着头上 收他两拳 也要在他胸上一碰 其实手指 刚触到他衣服 呼觉微微刺痛 这才精确 啊 他穿着软胃甲 亏得他只是 垂心轻薄 并非要想伤人 这一抓未用尽力 急忙台币 隔开他的双拳 黄蓉笑道 你跟我打没便宜 只有我打你的份 你却不能打我 欧阳克心仰难骚 忽然迁怒郭靖 心想 先把你的小子毙了 叫你死了这条心 眼睛望着黄蓉 突然飞足 向后提出 足距猛向郭靖胸口撞去 这一脚 既快且狠 阴毒异常 正是吸毒欧阳峰的家传绝技 对方难闪难挡 只要踢中了 历时骨折废岁 国靖避让不急 急忙转身 同时反手猛批 只听得 砰了一声 国靖臀上重脚 欧阳克腿上重掌 两人都痛到了鼓里 各自转身 怒目相向 随即斗在一起 盖房中的高手 精感惊讶 这一掌明明是 李老的救命绝技 神龙百尾 怎么这个少年也会使 而且出手又快又狠 似乎尚在李老之上 这时盖房中人 一将离声扶在一旁 他见郭靖 掌力沉猛 招数精妙 他只会了一招神龙百尾 见郭靖取一掌法 与这一招掌理极为相似 不仅赫然 强路十八掌 是红帮主的秘迹 我不顾性命 为本帮练了大功 他才传我一掌 作为重赏 这个少年却又从哪里 去把这十八掌都学全了 欧阳克手上与郭靖对招 心中也是暗暗称奇 怎么只两个月之间 这小子的武功 竟会忽然大计 转眼间两人拆了四十余招 郭靖一把十五掌招数 反复使用了几遍 足够自保 但欧阳克武功 只高着他甚多 要想取胜 却也不能 再斗使一招 欧阳克全法抖遍 前钻后跃 声东击西 身法俊杰之急 郭靖一个招架不及 左胯上中了一脚 当时举步盘缠 幸好 他主要武功是在掌上 当下把十五掌 从围打到头 暴转来时 欧阳克见他掌法颠倒 意识不敢逼近 准你戴柴数十招 摸除了他掌法变化的 大只鹿子 带乘袭攻击 郭靖从围使到头 一边打完 带从头使到尾 第十五掌 剑龙再田使过 如今第一掌 那是抗龙有回 若从围到达 那么是再发一掌 剑龙再田 他脑筋转得不快 心想 从头打下来好 还是再倒转打上去 就这么稍一迟疑 欧阳克立即看出破绽 伸手将他肩上拿去 郭靖行革视近 不论用十五掌中的矮掌 都无法解救 顺势翻过手掌 扑地往敌人手背上拍下 这一招是他在危机之中 胡乱打出 全无章法理路可言 欧阳克已看熟了他的掌法 绝对想不到 对方竟会呼出心招 这一掌啪的一声 被他击中了手腕 郭靖吃了一惊 向后送出 挥手走了击抖 幸好虽然疼痛 万古未得极端 郭靖胡打乱击 居然奏功 心想 我献下 肩后 左胯 右腰 尚有空隙 且再肚脐两掌 把这三处都补满了 青年普避 欧阳克又一打来 郭靖心思迟顿 就是苦思时间半月 也未必创得出半招新招 何况激战之际 哪容他思索钻研 只能依着降龙掌法的理路 老老实实的多加三掌 守住肩后左胯右腰三处 欧阳克暗暗叫苦 他掌法本来有限 时刻一久 料得必定能胜他 怎么忽然又多出三招出来 他不知郭靖这三招 其实全然无用 只是先前手腕背鸡 再也不敢冒进 当下渐渐放慢拳法 要以游斗耗他气力 忽然发觉 郭靖有一掌的出手 与上一次略有不同 心面一转 是了 这一掌他还没学到家 是已出师不用 走然飞起 左手做事 请拿郭靖顶心 右足飞出 直提他左胯 郭靖自创这三掌 毕竟管不了用 突见敌人全力攻击弱点 心中邓直窃了 一掌刚打到半路 立时收回 侧身要避开他这一脚 王荣暗叫不妙 心面变转 林阵犹豫 最是武学大计 靖哥哥这一掌 乱七八糟打出去 倒也罢了 族然不能伤敌 倒也足以自首 剑下去收掌回身 破绽更大 眼见欧阳克这一脚 是上了十成力 郭靖骑士已无可解救 当即右手一扬 七八枚钢针 击射而出 欧阳克拔出 插在后颈中的折扇 铁扇入手即张 轻轻两挥 将钢针尽数打开 踢出这一脚 却定为因此而有丝毫制止 眼近这脚 定可踢得郭靖重伤倒地 没得足踝上一麻 被什么东西撞中了穴道 这一脚 虽然仍是踢中了对方 却以权无尽力 欧阳克大惊之下 当即越改 喝道 属被暗算公子爷 有种的光明正大出来 鱼音未必 突停的头顶风声微响 想要闪避 但纳木来得好快 不知怎样 口中忽然多了一物 舌头上觉得有些鲜味 又惊又恐 慌忙吐出 自是一块鸡骨 欧阳克惊慌中抬头查看 只见梁上一把灰尘当头照落 忙向旁越开 吃得一声 口中又多了一块鸡骨 这次就是一块鸡腿骨 这壮的牙齿 隐隐生疼 欧阳克狂怒之下 见梁上人影闪动 当即飞升而起 发掌凌空 将那人影击去 漠然间只觉掌中多了什么物事 当即弯指抓住 落地一瞧 正是恼怒 却是两只嚼碎了的鸡爪 只听到梁上 有人哈哈大笑 说道 叫花子的偷鸡摸狗拳怎样 王与郭靖 一听到这声音 心中大喜 急叫 七公 众人都抬起头来 只见红七公坐在梁上 两只脚前后摇荡 手里抓着半只鸡 正吃得起劲 带帮帮众一起攻身行礼 同声说道 帮主 您老人家好 欧阳克眼见是他 全身凉了半截 爱想 此人连制两块鸡骨 入我口中 躺着制的不是鸡骨 而是暗器 我此刻早已没命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 还是溜之大吉 当下攻身畅诺 说道 又见到红世伯了 侄子向您老磕头 口中说是磕头 却不屈膝下跪 红七公嚼着鸡肉 含含糊糊的道 你还不回西域去啊 在这里胡作非为 想把一条小命 送在中原吗 欧阳克道 中原也指您老世伯 英雄无敌 这样您老世伯手下留情 不来以大欺小 跟晚辈为难 小侄这条性命 只怕也保得住 我叔叔吩咐小侄 只想见到洪世博士 恭恭敬敬 他老人家顾全身份 绝不能跟晚辈动手 以此自恃威名 为天下好汉耻笑 洪七公哈哈大笑 说道 你用言语挤兑我 想叫老教花 不便跟你动手 中原能杀你之人甚多 也未必非老教花出手不可 当才听你言中之意 被我的偷鸡摸狗拳 要犯捉舍掌小觑得很啊 是也不是 欧阳克猛道 较之时不知 这位老英雄是世伯门下 狂妄放肆之言 请世伯与这位老英雄恕罪 洪七公落下凉来 说道 你称他做英雄 可是他打不过你 那么你更是大英雄了 哼 不害臊吧 欧阳克好生着脑 只是自知武功 与他差得太远 不敢出言冲撞 只能强忍怒气 不敢作声 洪七公道 你仗着得了老毒物的传授 便想在中原横行 哼 放着老教华没死 欺容你不得 欧阳克道 世伯与家书齐名 晚辈只好一切 全凭世伯吩咐 洪七公道 好啊 你说我以大压小 欺负你后辈了 欧阳克不语 给他来个默认 洪七公道 老教华手下 虽然大教华小校华 不大不小中教华 有这么一大帮 但都不是我的徒弟 这姓尼的 只学会了我一招粗浅的功夫 哪能算的是我的传人 踏实的逍遥拳 没学得到家 可不是老教华传的 你瞧不起我的偷鸡摸狗拳 老教华要是真的传了一人 未必就几米不上 欧阳克道 这个自然 洪世伯的传人 定比小职强的多了 只不过 您老人家武功太高 您的徒儿 便要学到您老人家的异常功夫 只怕也不容易啊 洪七公道 你嘴里说得好听 心中定在骂我 欧阳克道 小职不敢 王荣插口道 七公 您别信他撒谎 他心里骂你 而且骂得甚是恶毒 他骂你 自己武功虽然不错 但只会自己时 不会教徒弟 教来教去 却只教些 鸡灵狗碎的招数 没一个能学到的全套 洪七公向他瞪了一眼 哼了一声 说道 屁娃娃又来使鸡降继了 转头说道 好啊 屁小子单敢骂我 手一伸 一块如闪电的 宝阳克手中的折扇抢了过来 一回之下 打开折扇 见一面画着极多牡丹 题款是徐熙两字 他也不知徐熙是北宋大价 推荐几多牡丹 画得鲜艳欲低 扔道 不好 三字一面写着几行字 下款数着白托山少主五字 自是欧阳克自己写的了 洪七公卫黄荣道 这几个字写得怎样 黄荣眉毛一扬 道 俗气得紧 不过 料他也不会写字 硬是剧情同仁当铺的嘲讽带写的 欧阳克风流自赏 自负文采武绝 两真家妙 听黄荣这么一说 甚是恼怒 向他横了一眼 烛光下淡见他 眉梢眼角 醉小飞笑 娇翅无邪 不仅一呆 洪七公把折扇弹在掌上 在嘴上擦了一擦 他刚才吃鸡 嘴边全是油腻 这一擦之下 扇子字画自然一塌糊涂 跟着私手一捏 就像常人抛弃没用的纸张一样 把扇子捏成一团 抛在地下 旁人还不怎么在意 欧阳克却知 自己这命折扇 扇骨吸铁柱 他这样随手将扇骨揉搓成团 受伤尽力 时势非同小可 惊吓更是惶恐 洪七公道 我若亲自跟你动手 让你死了也不心服 我这就收个徒儿跟你打打 欧阳克向郭健一指道 这位师兄 制裁于小职 拆了数十招 若非世博出手 较职 侥幸已占上风 郭世兄 你没赢了我吧 郭靖摇头头 我打你不过 欧阳克甚是得意 洪七公仰天一笑 道 静儿 你是我徒弟吗 郭靖想起当日 向七公磕头 而他定要磕还 忙道 晚辈没福 做你老人家的徒弟 洪七公向欧阳克道 听见了吗 欧阳克心中甚是奇怪 这老教花说话 当然不会骗人 那么这小子的精道长法 又从何数学来 洪七公向郭靖道 我若不收你做徒弟 这女娃定是死不了心 轨迹百出 终于让老教花 分收你为徒不可 老教花不耐烦 和小姑娘们磨个没完没了 算是认输 剑下 我收你做徒弟 郭靖大喜 蒙扑翻在地 磕了几个响头 口称师父 日前在归云庄上 他向一位师父 详授洪七公传授 详授十八掌之事 江南六怪十分欣喜 都说可惜 这位武林高人 生性奇特 不肯收他为徒 叛復他日后 如见洪七公 露出有收徒之意 可及百师 荒荣止乐的心花怒放 笑颖的道 七公 我帮你收了个好徒弟 功劳不小 你从今以后 可有了传人了 你谢我什么 胡七公板起了脸 道 打一顿屁股 对郭靖道 傻小的 我先传你三掌 当下把祥公十八掌 余下的三掌 当着众人之面 交给了他 笔直郭靖 刚才狗鸡掉墙 胡乱凑合出来的 三级笨招自始不可同人而语 欧阳克心想 老教花武功卓绝 可是脑筋不太灵 只顾得传授徒儿争面子 且忘了 我便在旁边观看 当下宁神看他 传授郭靖长法 但看他笔画的招数 却觉平平无奇 又见洪七公 在郭靖耳边低声说话 料是教导 这三招的精益 郭靖思索良久 有时间点头 大半时候 却总是忙啊摇头 要洪七公再说几遍 才勉强点头 显然也未必便当真领贵了 心想 这人笨得要命 一时三刻之间 定然学不到家 我却凡可趁机学招 洪七公等郭靖念了六七遍 说道 好 乖徒儿 你学会了我这三招的半程功夫 给我奏着围腿做了银贼 郭靖道 是 踏上两步 哭得一掌 向欧阳克打去 欧阳克卸身绕步 挥拳打出 两人又斗在一起 强用十八掌的精钥之处 全在运尽发力 至于掌法变化 却极简明 否则 以梁子翁 没召分 欧阳克三人武功之强 可以让郭靖将一招掌法 连时许多变 却仍无法破解 当才欧阳克眼睁睁瞧着 红旗公传授三级掌法 郭靖尚未领悟一成 他早已了然于胸 可是一道对敌 与郭靖心学的三掌 就是应付为难 郭靖把十八掌一学拳 手尾贯通 原先的十五掌 威力更是大增 欧阳克连变四套拳法 始终也只打了个平手 又拆了数十招 欧阳克心下焦躁 今日不嫌我家传绝技 忠难取胜 我自幼得叔叔教导 却胜不了老教花 一个新收弟子 老教花岂不是把叔叔 比了下去 偶然间挥拳打出 郭靖举手额打 哪知欧阳克的手臂 由此忽然没了骨头 顺势转弯 啪的一声 郭靖颈上竟是中了一拳 郭靖已经低头窜出 回身发掌 欧阳克斜不让开 还了一拳 郭靖不敢再革 特身闪避 哪知对方手臂 忽然间就如变了一根软鞭 打出后能在空中任意拐弯 明明见了拳头打向左方 莫德里转弯向右 啪了一声 又在郭靖肩头击了一拳 郭靖防不胜防 接连吃了三拳 这三下都是十分沉重 邓时心下慌乱 不知如何应付 洪积公叫道 靖儿 住手 咱们就算暂且输了这一阵 郭靖跃出仗鱼 只剧身上被他击中的三处甚是疼痛 对欧阳克道 你果然全法高明 手臂转弯 转得古怪 欧阳克得意洋洋的下黄荣忘了几眼 洪积公道 老毒物天天养蛇 这套软皮蛇拳法 必是从毒蛇身上悟出来的 这套拳法高明得很 老叫花一时之间想不出破法 算你运气 给我乖乖的走吧 欧阳克心中一领 叔叔传我这套灵蛇拳时 千经万种 不到生死关头 绝不可使 今日一用就被老叫花叫破 又给叔叔知道了 必受重责 想到此处 满腔得意之情 等时消了大半 向洪积公一击 转身出四 黄荣叫道 且慢 我有话说 欧阳克停不回身 心中突然而动 黄荣却不理他 向洪积公 盈盈拜了下去 说道 积公 你今日收两个徒儿吧 好事成双 你只收男徒 不收女徒 我可不依 洪积公摇头笑道 我收一个徒儿 以大大魄力 老叫花今日太不像话 何况你爹爹这么大本事 怎能让你拜老叫花为师 黄荣装作恍然大悟 道 啊 你怕我爹爹 洪积公被他一击 加之对他本就十分喜爱 脸孔一板 说道 怕什么 就收你做徒弟 难道黄老邪 还能把我吃了 黄龙笑道 咱们一言为定 不能反悔 我爹爹常说 天下武学高明之士 自王冲阳一死 就是剩下他与你二人 男弟也还罢了 余下的都不在他眼里 我拜你为师 爹爹一定喜欢 师父 你们叫花子捉蛇 是怎样捉的 就先教我这门本事吧 洪积公一时 不明他用意 但知晓公娘鬼灵精 必有古怪 说道 捉蛇捉七寸 两尺这样前去 只要刚好 前住蛇的七寸 凭他再厉害的毒蛇 也就动呆不得 黄荣道 若是很粗很大的蛇呢 洪积公道 左手咬指 引他咬你 右手打了七寸 黄荣道 这手法可要极快 洪积公道 当然 左手搓上些药 那就更加稳当 真的咬中了也不怕 黄荣点点头 向洪积公 刹了刹眼道 师父 那你就给我手上搓些药 捉蛇弄蛇 是盖帮小药花的事 洪积公以帮主之尊 身边哪有什么 捉蛇用的药物 但见黄荣是脸 就在背上大红葫芦里倒些酒来 给他擦在双掌之上 黄荣提手闻了闻 放个鬼脸 对洪积公道 喂 我是天下叫花子头 红老英雄的徒儿 现在来领教领教你的软皮蛇拳法 先跟你说明白了 我手上一搓了专门克制你的毒药 可要小心了 欧阳克心想 与你对敌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管你手上倒什么鬼 我抱定宗旨不碰就是 当下笑了一笑 说道 死在你手下也是甘愿 黄荣道 你其他的武功也稀松平常 我只领教你的臭蛇拳 你若用其他拳法掌法 可就算输了 欧阳克道 姑娘怎么说就怎么着 在下胡不从命 黄荣厌厌一笑 说道 瞧不出你这坏蛋 对我倒好说话得很 看招 呼的一拳打出 正是红积公所传的 骄妖柔拳法 欧阳克侧身让过 黄荣左脚横踢 右手勾拿 且已是家传 落营神剑掌中的招数 他年纪又小 功夫所需有限 这时弹球取胜 哪管所使的功夫 是何人所传了 欧阳克见他长法精妙 倒也不敢怠慢 右臂极身 呼的转弯 打向他的肩头 这灵蛇拳去世极快 疏忽之间 已打到黄荣肩上 猛的想起 他身上穿有软胃甲 这一拳下去 急不将自己的拳头 撞得鲜血淋漓 匆忙收招 黄荣搜搜两掌 已排到面门 欧阳克刨袖扶来 倒卷上来 担开了他这两掌 黄荣身上穿甲 手上涂药 除了眼部之外 周身无可受招之处 这样一来 欧阳克已处于 只挨打不还手的局面 灵蛇拳拳法在即 却也奈何他不得 只得东躲西闪 在黄荣掌影中 创高重低 心想 我若打他脸蛋取胜 未免唐突佳人 若是抓他头发 更是鲁莽 但除此之外 实在无所措手 灵机一动 骨的撕下一袖 扯成两截 于晃身夺上来掌之际 将袖子分别缠上双掌 翻掌勾抓 竟用擒打手来拿他手腕 黄荣拖地跳出圈子 笑道 你输了 这不是臭蛇拳 欧阳克道 哎呦 我倒忘了 黄荣道 你的臭蛇拳 奈何不了红七公的弟子 那也没什么出奇 在赵王府中 我就曾跟你花里比武 那时你邀请了梁子翁 沙通天 彭莲虎 灵智和尚 还有那个头上升脚的侯农海 七八个人打我一个 我当时挂不敌众 又懒得费力 便认输了是 欠下咱们各赢一场 未分胜负 不妨再比一场 一定输赢 黎生等都想 这小姑娘 虽然武艺彼此真传 但终究不是此人敌手 刚才胡赖胜了 岂不是好 何必化蛇天足 再比什么 红七公却深知 此女轨迹百出 必是仗着自己在旁 要设法戏弄敌人 当下笑音音的不作声 一只鸡 肯定只剩下几根骨头 还是拿在手里 捕住喀嘴 扎舌的舔着 似乎奇味无穷 欧阳克笑道 咱俩又何必认真 你赢我赢都是一样 姑娘既有兴致 就再陪姑娘玩玩 黄荣导 在赵王府里 旁边都是你的朋友 我打赢了你 他们毕竟救你 因此 我也不愿跟你真打 现今 这里有你的朋友 说着 向欧阳克那边 白衣机械一指 诱导 也有我的朋友 虽然你的朋友多些 但这点亏 我还吃得起 这样吧 你再在地上画个圈子 咱们仍是一般笔法 谁先出了圈子 谁输 现下我已拜了 七公套老人家为师 明师们一下出高途 就再让你的小鼻部 不用你将双手扶起来了 欧阳克听他句句 强词多礼 却有说得 句句大方无比 不仅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当下以左足为轴 右足伸出三指 一转身 右足足间 已在地上 画了一个 静长六指的圆圈 这一帮群雄 都不由得暗暗喝彩 黄荣走进圈子 道 咱们是武打还是文打呀 欧阳克心道 天你就这许多古怪 问道 文打怎样 武打怎样 黄荣道 文打是我发三招 你不许还手 你还三招 我也不许还手 武打嘛 是乱打一气 你用死舌拳也好 活耗的拳也好 都是谁先出圈子谁输 欧阳克道 当然文打 脸的伤了和气 黄荣道 武打你是输定了的 文打嘛 他还有点指望 好吧 这就又再让你一步 咱们文打 你先发招 还是我先 欧阳克 哪能占他的先 说道 当然是姑娘先 黄荣笑道 体到脚啊 老是言好的 知道先发招吃亏 就让我先动手 也罢 我索性大方些 让你让到底 欧阳克正想说 那么我先发招 有不可 只听到黄荣叫道 看招 灰挡打来 突见荧光闪动 点点射来 他掌中就是家有暗器 欧阳克见暗器众多 平时挡机暗器的折扇 已被红机弓捏坏 而本可用以 扶扑的衣袖 也已撕下 这数十枚钢针 打成六七尺方圆 虽然只需向旁纵约 立刻避改 但那便是出了圈子 百忙中不暇细想 一点足 乐器杖鱼 这一把钢针 都在他足体飞过 黄荣一把钢针发出 双手给有扣了一把 大家上纵之势一摔 将若微落之际 喝倒 第二招来了 双手钢针齐发 上下左右 无异一百余美 那正是洪七公所受他的 满天花雨至今真绝技 这时也不取什么准头 只是使劲致出 欧阳克本领再高 但身材半空 全无着力之处 心道 我命休矣 这鸭都好毒 就在这一瞬之间 顾绝后领一紧 身子腾空 足下 痴痴痴 一阵想过 点点钢针 都落在地上 欧阳克钢针有人相救 身子已被那人制出 这一制力道不大 但运劲十分古怪 要是他武艺高强 还是左肩先着了地 重重摔了一跤 方赛乐器站定 他料之 出红鸡公外 更无旁人有此功力 心中又惊又恼 头也不回地 出辞去了 忠急切 跟着一拥而出 黄荣道 师父 干嘛就这坏家伙 红鸡公笑道 我跟他叔父 是老相识 这小子 钻做伤天害理之事 此有余辜 真是 伤在我徒儿手里 与他叔父脸上 虚不好看 拍拍黄荣的肩膀 道 乖徒儿 今日给师父原来面子 我赏你些什么好呢 黄荣伸任舌头 道 我可不要你的竹棒 红鸡公道 你就是想要 也不能给 我有心传你一两套功夫 准事 这几天懒劲大发 提不起兴致 黄荣道 我给你做几个好菜 提提神 红鸡公瞪时 眉陪色舞 随即尝他一声 说道 现下我没空吃 可惜 可惜 向离生等一指 道 我们江华邦里 还有许多事情要商量 离生等过来 向郭靖黄荣见礼 称谢相救之德 黄荣伸割断了 陈大小姐 手足上的绑腹 陈大小姐 甚是腼腆 拉着黄荣的手 悄悄香谢 黄荣指着郭靖道 你大师伯马道长 传过他功夫 你邱师伯 王师伯 也都很瞧得起他 说起来 大家是一家人 陈大小姐转头 向黄荣望了一眼 突然间 满脸通红 逼下头去 过了一会儿 才偷眼向郭靖 悄悄打量 离生等又向 红七公 郭靖黄荣三人道客 他们知道 七公向来不收徒弟 帮中乞丐 再得他的欢心 也难逢他 高兴指点一招两事 不知孤皇二人 怎能与他如此有缘 心中都是羡慕万分 黎生道 咱们明晚想摆个席 恭贺帮主 收了两个好弟子 红七公笑道 只怕他们闲藏 不是咱们叫花子的东西 郭靖忙道 我们明儿准道 黎大哥是前辈侠义 小弟正想多亲近亲亲 黎生蒙他相救 抱起了一双眼睛 本已十分感激 又听他说得谦逊 心中甚是高兴 言下与郭靖着实接纳 红七公道 你们一见如故 可不劝我的大弟子 做叫花子啊 小兔儿 你送程大小姐回家去 咱们叫花子 也要偷鸡讨饭去了 说着个人出门 黎生说好 明日就在这祠堂中设宴 郭靖陪着黄荣 一起将程大小姐送回 程大小姐悄悄将归名 对黄荣说了 原来名叫程瑶家 他虽跟清静散人孙伯二 学了一身武艺 只是生于大富之家 娇生惯养 说话神态 无意不是扭扭捏捏 与黄荣神采飞扬的模样 大不相同 他不敢跟郭靖说半句话 偶尔偷瞧他一眼 便起双颊红韵 第十五回完